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为了工作方便 我们每个小组都存有费用金 怎么还不接啊 海伦 苏玛 我在联系少帅 还没联系上啊 电话一直打不通 他走之前说了去杜拜跟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洽谈 他也说过这个客户的行踪很飘忽不定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连他都联系不少了 刚才我被叫进去问话了 他们的问题感觉是冲着陆总来的 你要是联系上他了 赶紧让他回来啊 我再想其他的办法跟他联系 你觉得 这次是针对什么问题来的 就是不知道我才着急啊 公司总部连审计师都调过来了 也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这次总公司可是重振录总来的 这次啊可是宋总举报的 王对王必有一伤 大家就等着看好戏吧 看不出来 Alex平常挺随和的一个人 没想到这次这么狠啊 你可别说啊 这不叫的狗咬人才狠啊 以后啊咱们可得小心着点 行了 别瘦了 快吃吧 走吧 走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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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知道了啊 赶紧干活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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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败啊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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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派了两个人来查账 据说是Alex举报账务有问题 现在我们组所有的项目都被宋介绍了 所有的人都接受总部的调查 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你 一直联系不到你 渐行毁辩 急 宋总好 你来公司多久了 你看看这是怎么做的 怎么乱七八糟的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苏曼原来在公司给你们立的规矩呢 没有他在 你看看各个部门账报的乱七八糟 拿回去成都 是 苏总 几天不见 你不来公司都乱套了 老天宝佑你快点追到篮球一号好回来帮我 来来来快点拥有你的聪明才智快点帮我整理这些文件吧 你别闹了我今天心情乱得很没空帮你干这些秀画活 乱 你和篮球一号有亲密接触了 你别乱说 是公司总部今天派人来查账了 原来是这样 他们查他们的账呗 你担心什么 我当然担心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审计规划里面 背景调查是发现红色信号的方法之一 万一事情再恶化下去 相关人员的背景都要再调查 到时候发现我作假 我就死定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克星人虽然凶了一点 对下属也严格了一些 但我相信他不至于为了万把块拆旅费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 所以我想 你想帮他 你傻呀 我是为了我自己 总之 你可千万别随便出手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反倒会露出马脚 水智清则无鱼 他做到今天这个位置 难免有一些事情处理不当 如果被人抓出来 总部再这样顺水推舟一下 他不就完蛋了吗 哎呀 投行里面 究竟哪些部分容易出现问题呢 内部交易 违规操作股票 还是信息透露 好了好了 还是别想了 那个克星今天能坐到这个位置 他也不是白给的 正他待人要是千年小妖 他就是万年的老怪 原水解不了近火 你还是帮帮可怜的我吧 你看 这些员工报账报得一塌糊涂 完全都对不上账 报账 我怎么没想到呢 谢了谢了啊 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啊 我自己来说 今天又有什么样的爱情故事要讲 你想听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 爱情还有很多样式吗 当然啊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种的爱情 有的浪漫动人 有的缠绵翡策 有的沉沦痛苦 有的细水长流 但 我相信 没有任何爱情 能比我所得到的更好 我的爱情 让我更爱生活 更爱自己 能不能请教一个同行方面的问题啊 好啊 职务不严 在企业IPO审计过程中 往来款项的核对 有其必要性吗 在相当多的企业里 不管是应收款项 还是应付款项 有些企业 只针对收支流水与客户核对 而忽略了 基于余额的对照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宋总 谁都无冤无仇 我参与审计 那是因为总裁 他相信我的为人 可都是公事公办的 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觉得 如果再这么继续查下去的话 只会弄得公司人心惶惶 还会连累一些无辜的人 整个公司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艾里克斯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现在可是关键时刻 总部派了两名审计师下来 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这事啊 是非查不可 也绝对是要查到底的 你千万别多管闲事 自找麻烦 还是看好自己的摊子 别操心别人的闲事 反正现在火烧眉毛的人 又不是你和我 我们只要看着别人 如何灭火就行了 怎么看上去这么憔悴啊 是不是公司里的一个靠山快要倒了 昨天晚上没睡好呀 既然是山了 就没有那么容易倒 别得意太早了 你的两个靠山 一个就快倒了 另一个软趴趴的根本就不像样 我劝你啊 还是趁早另攀高知吧 对了 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 我们组项目多 还是很需要一两个像你这样的跑腿小妹的 谁倒还不知道呢 看你能高兴到什么时候 对了 多不点粉吧 纯青脸白的 像鬼一样 阿里克斯 怎么了 不太会用 灯一直不亮 我帮你看看 前天我还嫌办公室太干了 没想到昨天行中部门就送来了加湿器 真够人喜欢 这么了解员工的需要 行了 插都没插好 谢谢 你也尝用这个 女孩子皮肤怕干嘛 保湿啊 昨天晚上工作到河南 你们俩够早的呀 你也够早的 早啊 我先去忙了 早啊 辛苦 财务上面的事情不是我负责的 所以我不清楚 那你再好好想想 在其他的方面 或者备用金方面 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清楚 那别人身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苏曼 海伦 客户联系上了吗 还没有 那赶紧联系上 项目才好跟进啊 走吧 你查什么呢 没有 我在查近两年的员工资料 清华的校友找到我 想要我帮他联系几个校友 你知道 现在公司是审查时期 你这样私自调阅公司资料 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 况且 你一个人偷偷在公司里待着 这样不太好吧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 你查单人跟陆里程有关对吗 没有 你想帮他吗 你是不是觉得 他是无辜 被冤枉的 也不算 只是我觉得 陆总他不像是为了万把块 会去舞弊的人 再说他现在也不在公司 可琳达的调查都冲他来 我觉得对他不公平 所以 其实我也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陆里程是个聪明人 不会因为这点小数目 就自毁签证的 你是说 你想帮他 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 查查看吧 这个人一定会说 是个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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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好意思啊 忘了今天休假了 没打扰你吧 是不是查到什么消息了 我查到一个叫赵俊的人 他去年在迈谷 突然间离开了 而且不再和我们接触 这个人 跟陆立成的事有什么关联吗 我查到他的差旅费有问题 他十月份离开公司 也就是说 公司的工资申请报告里 十一月份里就已经没有他了 可是十一月份以后 公司的报销名单里 仍有他的支出差旅费用 而且还有手续齐全的 真实发票和陆立成的签名 原来问题出在他这儿啊 可能是作账的时候 忽略到他已经离职了吧 是这样的 虽然总公司不允许 但是迈克一直同意这么做的 每次做账的时候 有些项目 总是有一些费用报销不掉 这个时候迈克就会拍板 成为差旅费 然后花到每个组员的名下 这次的费用一共有一万多块 都是没有报账的凭据 但是都有收据 看来 显然是有人发现了赵俊这个漏洞 想故意搞垮路里程 但是每一笔单笔的账目 到最后都要汇总向上承报 也就是说 每个月除了经手人员之外 上面的人看到的 应该都是最后的总账目 还是没有找到陆立成吗 我跟海伦这几天一直在联系他 用了各种方法就是找不到 现在该怎么办 只能找到赵俊来说明问题了 赵俊连他去了哪家公司都不知道 怎么找啊 他的资料只有高管的人才能找到 交给我吧 艾利克斯 大家都说 是你在暗中给陆立成下绊子 毕竟你们是竞争对手 他要是倒了 你一定是获利的 他绝对没有想到 你愿这样子帮他 可是我一直都相信 你要是这种光明磊落的竞争 这个陆立成啊 真是的 平常对人冷漠无情 这个时候 还有我们两个愿将帮他 他真走运了 好了不多说了 我们抓紧吧 好 干嘛一整天安生探气的 那老整女的家伙要倒霉 不是正合你心意吗 现在何必为那个大克星烦心呢 你是不是对那个克星有意思 瞎说 我只是觉得 一切都应该公平竞争啊 克星不应该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误承担责任 任何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 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我只是随便说说 看把你激动的 难道 你真的对克星动了心 把你的篮球一号给忘了 怎么可能 我爱篮球一号爱了十年 任何人都不可能代替他的位置 其实克星虽然霸道 但也不是个坏人 即使要整他 也得光明磊落一点 这件事情 肯定有人在背后操作 被迫害妄想症 真的 你说这差旅费不够一万多块钱 总部又不是吃饱了撑的 大老远从美国派两个审计师 背到这里来 光那机票钱就不止这个数了 还有谁比你跟克星更有身仇大恨 这个账跟发票是林总让我做的 除了财务之外 只有他能看到这个东西 难道是他 篮球一号不是克星的对手吗 我很好奇 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他呀 他帮我找到了证人的资料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更加的高大了 我果真没有爱错人 很有正义感 心地可真不错 很可爱嘛 要是我 我也会爱上他的 你想不别想 他是我的 果实他帮我找到了证人 这个人现在却不肯帮忙 整件事情又陷入了僵局 自寻烦恼 自寻烦恼 喂 什么 你找到赵俊了 太好了 我看他不会来了 都过了约定的时间三小时 手机有关机 明摆着他就是不想帮我们 这个人是唯一能够帮助陆里城的人 如果连这条线也断了 那陆里城真的没有办法了 不如我们主动去到办公室找他吧 既然他不出现 我们只好主动出击了 走吧 喂 你好 这件事我们会尽快给你处理的好吧 你好 请问你找哪位 你好 我们找赵俊先生 你们有预约吗 没有预约 那怎么称呼呢 我叫苏 他是苏叶 我叫宋永威 我们来找赵先生是想请教一下关于投资方面的事 两位到接待室稍等一会儿吧 我这就把他交出来 谢谢 这边请 你刚才为什么要用假名字啊 他已经爽约了 如果我们明目张胆地告诉他真实姓名 他肯定不会出来 聪明 有为这个名字 我唐兄的名字 各位好 我是赵俊 这是我的名片 请问二位 你们是想咨询哪方面的投资情况呢 很抱歉赵先生 我们不是来谈生意的 我们是卖股公司的人 想请赵先生帮个忙 我相信陆立成的人格是清白的 在他底下做事这么久 你一定比我要更清楚 现在只有你可以出面去帮我们解释了 不说他曾经是你的上司 就算你们现在没有一起工作 你们还算是朋友吧 是不是这个时候 你也应该站出来帮他澄清一下呢 赵先生 这次的事情还请你多帮忙呢 不是我不帮忙 是我不想惹麻烦 我现在还在风头公司 这行圈子小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所以说 我这不想牵扯到原来单位的是是非非 其实你只要出面向我们总部的审计师稍微解释一下就OK了 不然的话陆立成他这一次一定很难解释清楚这些差旅非的来龙去脉的 老实说呢 我当初对陆立成的感觉是不好的 是 他在工作上确实很出色 但是他在对待下属方面 太苛刻了 我当初在他手下就没手竖个气 我虽然已经离开了麦谱公司 但是我也是有做耳闻的 宋先生您和陆立成现在是麦谱公司的两大竞争对手 你为什么这么帮他呢 工作和竞争并不冲突 不好意思啊 赵总 海城药业有份急劲 需要您签一下 在这 不好意思了 无论如何呢 这趟浑水我是不打算他了 你们看我还有事 就先忙了 抱歉啊 阿淑 怎么了 都怪这个陆立成 平常对人太苛刻 你看 现在都没有人愿意帮他了 别着急 赵俊现在仍然在风头行业 我打听一下他的公司背景 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办法 海伦 你们组里差旅费用的报销 有没有越级上报的情况 不可能的 我们的财务都是层层上报的 那也就是说 你们组所有的差旅费用报销 都是陆总一个人说了算了 所以 出现任何问题 都是由他一个人负责的 是吗 或许 或许 也有个别遗漏的情况出现 可是陆总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有疏漏呢 如果出现了任何特殊情况的话 那一定是他受益的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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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e 记得 对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伦 苏玛 怎么了 苏玛 刚才拎他找我谈话 他句句都针对少帅 他们好像认定了 这个事情全是少帅的问题 我想 少帅他难逃这一劫了 你却在我的心里